YO!我是Ava 这部影片是给没有碰过U15的人的教程 因为我自己对这个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讲不了太深入的东西 只有简单的介绍一下U15的界面 我们首先来到他们的官网 点右上角的下载 就位置中下载了 下载好耳朵打开它 会让你登录这几个选项中 选一个自己产用的 这边我就使用他们的APEC GAME做登录 没有账号的话页 可以再点进去之后去做账号升起 登录进来后就会来到这个页面 这边就会告诉你他们做了什么酷炫的东西 总是来到上面点这个SIMPLES 这会有一些已经做好的东西可以看看 这边我还没用过 下来就是Marketplace了 这边就是我下载素材的地方 可以看到它都很贵 也有这个月免费的 想要逛街的话可以来这里 然后来到Library 这边我要下载编辑器了 在 Engine versions 这个的加号点它 下面就会跑出这个 然后点数字这边可以选择 你要下载哪个版本的编辑器 现在都到5了 就可以下载5以上的 这边可以看到 我有一个4.27.2的版本 跟一个5.2.1版本的 我有时候会在U14跟U15做徘徊 这边就看个人去下载版本了 如果你下载了 那你要按暂停了 因为通常会下载很久 下载好了之后 点右三角的Launch 旁边这个到三角鞋可以选择版本 没得选的话直接点Launch就可以了 好了之后就会打开这个Project Browser的界面 第一个呢就是你现在在做的档案 因为上次鬼门不开所以档案还在 第二个Game呢就是做游戏的 这里有7种选项 根据你想做游戏选择就可以了 有第一人称视角 第三人称视角 上帝视角 车子AR以及VR 接下来下面这个呢是我没用过的 不过应该是给电影制作的人使用的 下面这个也是我没碰过的 这边我就不多做所以说了 回到游戏这里 因为要呈现一些小功能制作 这边我选择了第一人称视角 点下去 然后来到右边这边 选择Blueprint次环境 这两种在一开始就拳进的话会比较好 如果在Blueprint环境里使用C++ 或是在C++环境里使用Blueprint 问题可能会非常的多 下面就可以选择做给电脑或是手机 下面就是画质跟开始的素材要不要 以及光线追踪要不要 总之我是没打工的 然后直接在下面取名字 就可以创建档案了 档案创建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可以直接去上面绿绿这个 点击Playjet 可以小玩一下 它已经做好的模型 可以走路 可以检查 也可以射击 简单的小玩意之后 可以按ESC跳出来了 接下来就要介绍右边的功能 首先 Actor 是游戏场景中的基本物件 可以有类似Unity中的GameObject Character是记者Porn类的 它有提供Movements的主件 就是可以让角色可以移动以及跳跃 一般创建的角色都会用的 Porn呢 顾名思义就是小编有点像是可以被操控的机子 一定要被操控才能行动 它可以被玩家的键盘滑鼠操控 也可以用AI的功能去操控它 Point Line就是灯光可以打亮某个地方 Player Start就是玩家一开始想要出山的地方 放到游戏里论的地方 它就会在那个地方出山 Trigger Box跟Trigger Spear就是 当玩家或是某物件进入到这个里面 就可以做出一些效果 我的鬼门开就用了大量的Trigger Box 来到下面的Content Browser就是放置资料夹的地方 先拿这个First Person举例 点进来可以看到Maps 这个呢就是会把关卡地图都存到这里面去 Input就是中央放置一些输入按键系统 这边因为都帮我们设置好了就不太会动到 再来就是Bluetprint 当然我们做好的带有工人性的物件都会放在这里 然后去名叫BP什么的 这边也可以看到这个小Icon 就代表它是什么类的 有都有就是Character 这个圆圆的呢就是Actor 例如这把枪我们把它装到场景里 在开始玩的时候可以看到 也可以捡起这把枪 在这里的Outliner呢 就是在场景有的物件都会出现在这 下面的Details就是你点一个物件可以去微调 或是做一些小调整在上面 然后这个Player Start就是看到它显示Bad Size 就代表我们的角色跟其他物件重点了 我们只要把它调整到出现这个Icon就可以了 写出了这么多各位一定也记不住 所以就直接多少做吧 因为我也记不太住 首先来到右上角点File 然后选New Level 就会跳出这个界面 选择Basics按创建 然后因为我刚刚有放置东西 它有问我要不要存单 这边我就选择不存单了 来到这个页面后 按住滑鼠右键加WASD就可以自由的移动 如果觉得太慢的话 可以在移动过程中去滑滑鼠中间的滚轮 就可以增加以及减少速度 现在呢我们去右边打Play 然后就会看到Player Start 这个就是怎样你按了开始键 你就会从这里出声 不管相机飞到哪就会在这出声 好了之后我们就去旁边这里把这个用掉 然后把Box抓出来 要调整大小的话建议在XY这里调整 这样才不会影响到之后蓝图上的问题 所以我利用旁边的几个物件做了一些设计 目的主要是可以玩一下跑酷 如果觉得这样看不知道有没有对齐 也可以点这里然后选Top 就可以透过这条线去看有没有对齐 简单的布置一下后 我们在Blueprint资料夹这边刷进了一个Blueprint 然后选择Actor 名字前面一定要打BP 后面就看这一群名了 好了之后双击打开它 就会来到这个界面 我们点Add 然后打Q 选择正方体就可以了 然后再去Add 这边打Rotate 选择Rotating Movement 这个是让物件可以旋转的 按Compile跟Save之后 我们就回到场景 把它拉出来做测试 就可以看到它有点小 以及转的有点快 在调整大小的话可以点Cube 然后这边就直接改Scale的大小就可以了 一样也不建议这样调整 原因跟刚刚说的一样 这边我就全调成2 回到场景把它往前移一下 然后测试的时候可以看到大小刚好 我也可以站上去 那速度的话可以回到这里 然后点Rotating Movement 在角度180这里 调为90 就会放慢一点点了 再回到场景去做测试时 可以看到它转的有点慢 我也很轻松就跳上去了 在继续布置之前我们可以去按Ctrl加S 存在一下地图 存在First Person里面的Map 然后名字就自己去啦 好了之后就继续布置 这边呢还有个方法就是 当然来到左上角 Selection Mode这里 简单选择Brush Editing Mode 这边我按了Ctrl 然后点四个点 把它拉了起来 点它的面也可以拉它 所以我不知道我一开始在干嘛 再回去Selection Mode 就可以移动它了 之后我就小小布置了一下 然后又制作了一个Blueprint 让球体可以旋转 一样的方法 新增Blueprint 然后再Add 这边打Sphere 选择它 然后再点Add 打Rotate 一样选择这个 我们把旋转的这边 力就打0 X就打90 让它在X周旋转 好了之后按Compel跟Save 就可以回到场景了 一样把它拉出来 这边我又忘记设定大小了 所以我又回去球体那边 调了大小到2 测试时可以看到它在转 热难看出来 那我就布置了一下 简单的可以在上面 也可以越过它 最后结果就是这样了 对于没有学过的人 其实很好上手 只要多摸几下应该就会了 各位也可以用这些东西 做出一个跑酷地图 如果做完了 可以发到我的信箱 我会调几个来往 我是Ava 记得订阅爱喜欢 不希望 拜拜 这边就是简说 如何把做完的游戏打包出来 按这个Platforms 然后选windows.packageproject 登在你想要的资料夹 等几分之后就可以了